... 每一次都沒有說要台獨 我們普通的老百姓沒有說要台獨 那個蔡小英他已經要下台了 他說他什麼都不關他事 能夠避免開戰就避免開戰 所以我覺得如果 台獨就會引發戰爭的話 我覺得維持現狀是比較好的 我絕對不可能選給民進黨的 我不支持民進黨 亂七八糟 我討厭民進黨 我真的很討厭他們 講話都變來變去的 他們本來就是他們台獨黨綱啊 那現在又不台獨了 不是都騙錢票嗎 就在騙啊 一直在騙啊 你看我們經過幾年了 都沒有喊台獨 不是說在騙 選給他們不是說傻子 你看台灣傻子一堆